台南美食鍋 美女鍋 雞鍋最好玩樂 我們台北有101 厲害吧 不要猜 我們把其他縣市放到哪裡去了 同學來啦 我最喜歡這個主題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吵嘛 吵就熱鬧 對啊 到底誰比較無聊呢 比無聊 比無聊的時候 大家就會盡可能 把有趣的東西丟出來 就會很有趣是不是 但其實很多人 都會被冠上無聊的這個名字 像新竹 新竹都會被說是美食沙漠 桃園 桃園 桃園也是 桃園除了飛機場之外 什麼都沒了 真的 這些都是一些巧克力的刻板印象 無聊 他會讓當地人非常的受挫 因為你看不見他們的好 對 對啊 或者是你們的好 在他的眼中就是無聊呢 唉唷 唉唷 這好煩喔 做這種主題好嗎 本來不氣的 剛剛你都氣了 他感情啊 唉唷 你這個 你這個天龍人 幹嘛 你幹嘛欺負他 我沒有欺負他 我覺得他很可愛 我覺得好可愛喔 天龍人這樣 這個意思是覺得他可愛 祝天母 小時候就祝天母 天龍人 好羨慕喔 你應該除了天母之外 在台北市之外 你應該都覺得很無聊吧 對 真的滿無聊 喂 什麼態度 你還敢踏出天府外嗎 你還做美食節目 對 台灣都繞很多圈了 真的是到處跑的這樣 所以應該都有好玩的地方 當然啊 你沒有到一個地方覺得說 這什麼我嚇得不要 來這邊出外景了 一定有 有嗎 講出來 我才敢講 不太好講對不對 但是就是我們今天要搞清楚 到底是他們無聊 還是去玩的人根本不懂玩 就是不懂嘛 所以我們特別找了五個 憲世民代表來到現場 他們今天要讓我們好好的見識一下 他們有多有趣 還是 整集錄完之後發現說 這五個人真是差無聊 差無聊 馬上來一一介紹 我們來自基隆的謝忻 基隆來代表謝忻 好 歡迎新北的代表霏霏 好 新北霏 桃園的代表爛咖 爛咖 彰化小優 爛化楊承妮 還有以及雲林的李明川老師 大家好 我是明川 因為明川老師之前有代表雲林過 但我真的憑良心講 我這一集 我還是忘記他是雲林人 為什麼 會不會是因為雲林 他上次去真的太無聊 跟你的連結不夠強 所以我這幾年行走江湖 都一直在推廣雲林的好 因為大家都忽略 其實雲林真的 大家以前都覺得很無聊 但雲林真的東西好吃 景點又多 交通方便 真的什麼都好 是嗎 你說得比唱得還好聽 大家必須要攻防戰囉 好 我們要來票選出 我們那個PTD網友有票選出來 全台灣最無聊的現實排名 前五名就在這邊 彰化第一名 第二名是桃園 桃園 不意外 第三 雲林 怎麼會 第三名 第四 苗栗 苗栗 第五 新竹 然後對 新北 高雄 怎麼可能新北 花蓮怎麼會在裡面 對啊 花蓮很快 因為花蓮很多人去那邊 因為他不往戶外跑 你知道嗎 他就覺得說好像沒什麼事可以 花蓮好漂亮 花蓮很漂亮 可是有些人就不懂得欣賞美景 氣到我頭髮都翹起來了 彰化為什麼是第一名 而且 恭喜 而且無聊 是不是被妳害的 不是 這個主題怎麼又發我來了 為什麼又無聊了 為什麼我們第一名呢 你們講話評評理 彰化再怎麼樣 我們有八卦大佛 只有 這麼大 哪有只有 八卦大佛 請你去會分手的地方 入港天后宮那幾百年歷史 有沒有 要不要進來 對不對 是不是都要講的 妳不能講一些神啊 佛的 害我們不能講什麼 不可以 因為你們會恭喜我 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神佛 你要想到彰化就會想到 只要想到彰化 我就想到肉圓 再怎麼樣 我們也有肉圓 台北也有肉圓 都沒有了 就沒有了 台灣最好吃的肉圓 就是在彰化 你們平平良心 台北的彰化都是假的 沒有 台北的肉圓都是假的 沒有 那個醬都是假的 有沒有 文宣 妳的意思就是說 平常大家在其他縣市吃到什麼 彰化肉圓 彰化肉圓 其實都沒有在彰化吃的到底 更好吃 真的 有時候我回彰化吃到 那一口彰化肉圓 就會反動流眼淚 所以你們掌第一名 太過分了 我覺得雲林要來扛 如果以這個排行榜來講 我怎麼樣都引妳跟桃圓好不好 桃圓 桃圓 桃圓要吵 也是彰化跟桃圓兩個去吵 你為什麼 對啊 你應該要攻擊的是桃圓吧 對不對 桃圓也很無聊 你們只有機場 桃圓真的很無聊 美食沙漠 這邊想插個話 就是我們剛才以上聽到的 我跟大家講 以上各位沒有任何人 去查準確的數據出來 大家都是雞同鴨 講在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跟你講 以上的數據是PTT網友票選 就AKA是 就只有一群人在網上講而已 好 再等我跟大家分析一些數據 來 什麼 大家看到的是 這個調查是來自台灣1111的人力 你怎麼會有這些什麼 有一點公信力 我跟他講 第一名 基隆全台灣離鄉人口最多的 就代表他是 連他本地的基隆人都不想要待的地方 他們有67%的人 都會離開基隆工作 所以按照這個調查來講 第一名應該要是基隆 相當無聊的一個地方 那個是去台北工作 不是覺得無聊 是因為交通太方便了 基隆連高鐵都不需要有 坐車到台北只要20分鐘而已 好 剛剛我們謝忻姐 講到這個交通的部分 馬上給大家看一個交通的部分 高鐵旅客人數最低排行榜 第一名 彰化 真的耶 各位 一個月才6600 14個人造訪彰化而已 就是以數據來講 最無聊的一個縣市 彰化 大家都搭客運 開車去對不對 還有開車去 是嗎 理由很多 但彰化的確是人數最少 這什麼鬼數據 你只要打開那個高鐵的 那個旅客統計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證明你們是台灣最無聊的縣市 好 大家各自來提一點意見好不好 沒有 我覺得我身為台中人 妳要幫彰化講 對 因為我覺得 彰化是我們認可的附屬品 但 對啊 我剛剛讀的是 雲林科技大學 我之前去找他的時候 我只要一出雲林的高鐵這樣 哇 超臭耶 真的很臭 對 雲林的空氣就是臭 因為他們養很多豬 會有那種水溝味或什麼 就真的很臭 甚至每次可能開車的時候 你只要在高速公路 然後開 想說 哇 怎麼臭臭的 一定是在雲林 而且 什麼 哇 我們在台中公路 什麼 那 我要幫 我要幫小優再說 她可以寫那個彰化那個 是因為台中人去彰化 我們都是開車 因為彰化如果搭高鐵 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其他都是開車 因為妳要先倒霧日去 對 妳倒霧直接開車去 去彰化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海開那張櫥是可以丟掉 沒什麼東西 我有順便跟妳分享一個數據 就是這個高鐵旅客 桃園一個月是七十一萬人 唉唷 超過彰化的大概有十 十倍左右 超過十倍 沒有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桃園是很大的地方 但是雲林就是先可以離開 這個電視棚這樣子 哇 哇 什麼 大漢 那是老師耶 等一下 老師 回家 我必須要先講 老師 妳不要生氣 因為那是她自己一個人的想法 雲林有那個醬油 妳知道 古坑咖啡 醬油那個 古坑咖啡是世界有名的 對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去過彰化 我一次去是不小心再蘇瑋回家 本來要再不小心 然後不小心開過頭開去彰化 那妳就是來過 不是 就到那邊它就是一個 沒有存在感 沒有存在感的 至少雲林還有劍湖山 彰化就沒有 彰化裡面有遊樂園都沒有 我們現在講 不是說你們有多發達還是怎麼樣 是說無不無聊這件事情 所以妳去了就說 我也不知道來這邊要幹嘛 所以她覺得無聊 比較無聊的就是桃園 桃園 桃園真的什麼都沒有 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問我老婆要不要住桃園 因為那個房租書都比較便宜對不對 說不要不要 我那時候不了解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我第一次去桃園的時候 才了解她為什麼不要 因為桃園 歷史沒有 漂亮的有些古老的房子都沒有 沒有 很好奇的書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帥哥 帥哥 只有一個帥哥 所以那時候覺得真的 沒有看到俄羅斯 來自俄羅斯的客套 來 好 繼續 所以就桃園不像 不像北北一樣方便 我想問一下 你從俄羅斯來台灣的第一個地方 你去了哪裡 桃園國際機場 等一下 沒有… 桃園國際機場 沒有 你坐上了 其實 你開的嗎 就是從桃園開始 沒有 那時候 你沒有資格說桃園無聊 經過 經過 對啊 一定得上去 穿什麼啊 他跟那個還多人 你第一次來台灣 你從哪裡開始的 從桃園開始的 中間 坐坐的樣子 可以不要那麼討人厭嘛 對啊 讓他討人厭 你也只有機場可以講了啦 我剛剛就在想說 它那個高鐵的載客量的那個部分 桃園會這麼高 是因為要去坐飛機啊 對啊 大家是為了要出錢 大家去那邊就是為了 倒數第三名的雲林 你沒有資格在這裡講話吧 12萬5千4百人 我們這個賽是比較新的站好不好 而且 而且那邊 沙灣哥的是下錯車對不對 對 對 沙灣哥的台中的 有三萬人是下錯車 好 等一下 我們同學要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雖然是台北人 但我自己很常去桃園玩 說到玩的話 就是現在人不是很多人封露營嗎 桃園山區 就有很多的露營地 都就是裝飾得很漂亮 如果妳想要兩天一夜很快的那種 妳就直接從台北開到桃園 就可以去玩了 如果講到吃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 桃園沒有什麼吃的 但是我覺得桃園有一些些 比較小眾的吃的東西 比如說我自己喜歡吃就是那種 那妳就去重慶 那西門町也有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指 她在介紹 妳確定要講重慶 串串 所以妳要去桃園 然後坐飛機去重慶 桃園 我的意思是指 這種很小眾的餐廳 其實中壢那邊就有很多 然後雖然台北也有 但是差別就是 台北可能一串是15塊錢 但是你只要開個車半個小時 你到桃園 一串只要10塊錢 肉還比較多 然後比較好吃 對 可是妳的油錢跟停車費也差不多 對 妳花費的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 還有去旅遊的感覺 對 而且我會為了真的比較好吃 我會真的特別從台北 就是開車到中壢去吃 厲害了 我跟她基本上本來要幫桃園講話 但問題來了 她剛剛講了兩 三次 中壢 中壢 桃園 那什麼 那... 其實今天好 大家都說我是桃園代表 其實我是中壢代表 等一下 桃園是一個重要的 突然變中壢代表了 剛剛有一個台北人 他一直想幫什麼桃園講話 我聽了是越聽越難過 他講了很多什麼美食 我根本壓根沒聽過那些東西 我跟她講 如果應該要講中壢有一個 真的全台獨有的美食 那我真的還是要介紹米肝這個東西 我相信在台北 台中 高雄 沒有人聽過米肝這個東西 米肝 米肝 我準確講它是來自雲南 緬甸 泰國那邊料理 OK 它是當時我們國民軍隊 跑去泰國那邊打仗 他們因為他們回來的時候 沒辦法回來 他們駐守在那裡 跟當地的泰國 緬甸的人們 就在那邊生活 後來國民政府把他們牽回來了 就牽回中壢的龍甲一帶 所以它有台灣最道地的 台灣緬甸料理 就在中壢的龍甲 OK 這才是真的台灣最厲害的東西 好啦 但是這個有點岔題 你今天還是桃園代表 OK 好 來 繼續 我覺得另外一個城市 我覺得那個也是基隆 就沒聽過基隆哪裡好嗎 我上面有幾個基隆朋友 我就問一下 請問在基隆哪裡好嗎 每一個人說只有一個地方 那我就說你們在那邊快點 基隆廟口 那個剛過那個母親姐去哪邊過 基隆廟口 爸爸 基隆廟口 過生兒 基隆廟口 畢業 基隆廟口 聚餐 基隆廟口 那個郵輪進來 乘客第一站去哪裡 基隆廟口 就是廟口 營養三明治 營養三明治 最好吃的油拍店在哪裡 基隆廟口 對啊 就這樣 郵輪面在哪裡 阿華炒麵 阿華炒麵 對 而且那個 台灣的那個各城市 有22個各城市 有幸福指數裡面 基隆是偏低 排20 22就這樣子 基隆的那個 基隆的憂鬱指數是最高 還有離婚指數是最高的 對不對 而且想離開才離開 所以就是因為無聊 又是七趴 不好意思 對 沒有啦 因為它就是常常下雨 對 天氣不好 所以大家會在那邊 會覺得好像 那一隻漏魚這樣 可是我必須要講說 為什麼你朋友會跟你講說 什麼都是基隆廟口 那是因為基隆小 它就是山跟海組成的城市 所以其實像我家 在離廟口只有5分鐘 走路就到了 基隆每個區 離廟口都走路5分鐘 10分鐘就到了 所以你怎麼樣都是基隆廟口 對 不管走到哪裡 其實都會沾到基隆廟口邊邊 其實基隆沒有很大 然後還有妳說 妳特別是從台北 妳想要開車到基隆的話 妳在那個高速公園上面 那個 妳看那個招牌 基隆對不對 妳看到那個上影基隆 然後妳剛看完 妳看完已經看到海了 對 旁邊就是 妳不帶個煞車妳就掉下去了 瞬間就掉下去 那個妳有沒有 妳有沒有感覺過 我每次開過夜的基隆一過 就是海邊 這麼近一點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好席 各部下或有更換 完成 第2 另外 進來 請 故 gehe 呢 緊hesion 進來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